大概六個月左右 或是在一歲 你講兩歲半以下 其實他的專注力是非常非常短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概是兩歲半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比較要求說 他有一些參作的利益 聽得懂人話了 花一個禮拜的時間觀察Baby 可能一天只選擇綠色 但第二天只選擇紅色 第三天只選擇別的色的時候 只要有好的點接師 我也可以成為百萬YouTuber 相傳 江湖上流傳這一張 讓天下父母聞之色變的圖 凡見識過這張圖的人 都能感受到他的威力 不論春夏秋冬 當醫生迎風展開這張圖變的時候 聖者為王 敗者為寇 幾家歡樂幾家仇 擔心過胖也擔心瘦 他就是 當孩子成為那3%以下的奇才 醫生會悠悠的跟你說 請努力為他吃飯好嗎 最好是啦 有這麼好餵 醫生你自己餵餵看囉 在這些無助的父母中 有兩位爵士高人 站了出來 要來玄乎济世 行俠仗義 教你 為小孩吃飯 大家好 我是木木的媽媽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讓寶寶吃得比較健康 又有一定的量 然後也能夠好好坐在餐飲上 在餐桌上就會很容易 就是 哭啊 就會大 然後會大哭大叫 嘴巴就閉起來 然後轉頭不要 然後還會想要掙脫那個餐飲 就是這樣子頂這個 然後要往後養 然後就會在餐廳裡面尖叫 他一直伸長曲線都蠻低 一歲回去以後掉到一半身 然後醫生就會說 叫我盡量餵他 就會擔心這樣 但你看他就想吃你的東西 然後我就有 大概有兩三次分他的經驗 然後我發現他就是非常的想要吃 是啊 可是就 就是不知道說這樣到底好不好 因為就是怕 怕什麼 可能太鹹啊 太幼啊 碰到木木媽媽這樣子 內心有充滿了愛 然後充滿了很多的期待 可是寶寶不買單 在吃飯的時候情緒緊張 該怎麼樣處理呢 一起來幫木木媽媽解決 餵寶寶吃副食品的問題 說木木媽媽這麼用心 就是試圖去改變不同的做法 餵食啊 就是期待啊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會相對的在這個 高期待之下 就希望有高成效 所以這樣子的成效呢 放在孩子身上的時候 孩子也可以感覺到有一些壓力 通常呢我會先就是希望 媽媽也先放下自己的壓力 讓孩子也能放下自己的壓力 兩個人都在很平等均衡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提供不同的選擇在木木的桌上 或是說木木的周圍 然後讓木木可以自己去參與選擇的這個權利 然後也觀察木木選擇的時候的一些蛛絲馬跡 然後去發現 木木選擇食物是不是有一個特定的規則 比如說好抓握的 或是某一些食物味道的 或甚至是某一種顏色的 其實花一個禮拜的時間觀察Baby 有的時候你反而會發現 Baby自己就可以一個禮拜內 可能一天只選擇綠色 但第二天只選擇紅色 第三天只選擇別的色的時候 其實一個禮拜裡面 大家它五個顏色也都遲到了啦 哇 我發現現在很多家長 會很堅持還是坐在餐飲上面吃飯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對社會教養的那個期待 做有做相 吃有吃相 第二個期待就是說 它對於營養攝取的期待 它認為木木要好好坐在那個位置上 然後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 它用湯匙餵它好好攝取到一定的量 第三個期待的話 就像控制慾的一種期待 就是說希望孩子 不要把他的範圍弄髒 希望固定在一個地方吃 然後他乖乖聽它的話 有受這種控制慾的展現 像在餐飲上 因為孩子的專注力是有限的 那其實大概六個月左右 或是在一歲 你講兩歲半以下 其實他的專注力是非常非常短的 所以我在覺得在兩歲半之前 你要讓他很專心的看著他的食物 然後好好把它吃完 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會建議大概是兩歲半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比較要求說 他有一些餐桌的禮儀 聽得懂人話了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吃大人的食物不行嗎 對 孩子會想要模仿大人 是一個社交的行為 其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說 其實孩子想要吃媽媽的食物是可以的 不過媽媽的關心 我也可以理解對不對 作為一個營養師 我們如果吃泡菜 孩子也吃泡菜嘛 所以會有點緊張 超功夫 對 會有點緊張 所以通常我的做法就是 這一些東西媽媽在外面吃完 就是回家來的時候 家裡面都會是自己家裡煮的 稍微清淡一點 少油一點 其實油脂我都覺得還好啦 可能稍微少鹽一點 如果說你自己的鹽真的撿不下來 那說實話一家人都是差不多的嘛 慕慕今天這個月沒有學會跟媽媽一樣吃那麼鹹 下個月應該也是有可能會學會的 所以anyway他都會學會 所以常常我們還是會覺得說 孩子能夠跟媽媽一起吃一樣的東西 反而是因為這個家庭 為著這個孩子以孩子為中心 大家一起願意改變行為 活得更健康 一起把鹽含鈉量稍微下降一點 反而其實是讓孩子帶動這個家庭的新生命 然後一起願意去做努力 你知道鹽分攝取最多的地方是哪裡嗎 不是餐桌上的食物 都是零食 零食的含鈉量真是超高的 所以你如果 對啊今天正餐都好清淡然後都不吃 然後整天跟你要一些餅乾 什麼垃圾食 其實很多寶寶餅乾 或是那個鴨餅的 那量都非常高 如果就像我們剛剛講 他挑的食物 最後通通都是蛋白質 或通通都是澱粉 那會不會這樣子造成寶寶的營養不良 或什麼的 大部分的寶寶一歲的時候 因為副食品的攝取不均而產生的營養不良 是非常少見的 那只有幾個特定的營養素 是我們比較關注的 一個是鐵 鑫 還有維他命B12 所以只要注意在我們法費的這個桌上 就是能夠選擇到一兩種 像生綠色蔬菜啊 或是說有紅肉啊 或是baby會自己抓鍋貼 甚至是水餃來吃 裡面都有紅肉 其實這個鐵啊 B12啊這個問題都可以被解決 即便只吃一口嗎 大概如果每天都有吃到一兩口 其實真的還好 如果今天你完全不去限制一個小孩 就是小嬰兒 或是比較大會自己抓食物的這種嬰幼兒 然後讓他看到桌上的東西 能吃你就自己吃的話 那就發現這些嬰幼兒 常常會一開始 澱粉的攝取量會變多 那主要是因為澱粉比較容易咀嚼嘛 然後就比較軟嘛 然後就好咬嘛 那所以對他們來講沒有纖維 當然會抓 可是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都不要去干擾他的情緒 他在這個澱粉攝取一段時間之後 當然澱粉量就特別多之後 他就會開始慢慢的轉移一些的熱量到蛋白質 甚至開始會對一些纖維啊蔬菜水果有興趣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就是人的本能 對他自己的本能就會開始 身體就會開始說澱粉優點多囉 我們現在開始往那個其他的食物去進攻囉 可是如果說今天讓寶寶已經 打壞了這種吃飯的情緒 或者是他已經失去了這個本能 因為每天就湯匙都過來吃什麼 你餵什麼我就吃什麼 其實他那個本能可能就 就會 不都不會 應該不會消失啊 但是就會比較晚才出來 對 甚至到可能到幼兒園以後 培養 既然我們能夠讓我們孩子 不要在吃飯上面這麼的恐怖 我們就努力的往這個放開心 安心做父母在愛禮物 如果各位爸爸媽媽也不在餵父食品上面 跟睦睦媽媽一樣也遇到困難 遇到挫折的話 首先先肯定自己 你不是一個不合格的爸媽 很多家長面臨這個問題 所以那是表示你太愛他了 什麼時候不夠努力 對 在愛的過程當中 我們選對方法 讓孩子的身體得到解放 不要困住 心裡得到解放 不要每天都憂憂醜醜的吃飯的時候 看著他 然後讓他在這個選擇上也得到解放 讓他能夠跟著大人 或者是你準備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的食物 然後讓他在自由的氣氛之下 找到他最適合身體的食物的種類 然後有點耐心 然後對他有點信心 甚至換個場合 那個餐桌已經變成監獄了 我們從今天開始我們去房間吃 去外面野餐 讓那整個氣氛重新翻轉一遍 那讓你的孩子 再跟你在以後吃飯的時間 就變成最快樂的親子時光 好吃嗎 在這些無助的步驟中 有兩位爵士高人 站得出來 要來學哭技師 請蝦仗義教你 餵小孩吃飯 餵小孩吃飯 好多了 我幫你吃飯